自从几部单改剧的问世受到不少粉丝的热捧评 让同性之间那点是逐渐上了台面 也捧红不少颜值高的偶像明星 而作为吃了单改红利 王一博而言 他无疑是赚足了流量人气 不过有 句话在饭圈很流行 就是成也流量 败也流量 曾 王一博的合作伙伴笑战 就已经深深领悟到了 各道理 而目前的王一博 似乎也在经历着曾经战的难题 王一博本性低调内敛 可是资本合流都将这个少年推到了舆论中心 他除了能够想网友粉丝的喜欢外 还必须忍受粉丝的占有欲 控制欲 甚至还有不少黑粉的诋毁 而这些都是成名所要付出的代价 最近 王一博再次被一些思潮弄 就是因为他在活动现场最新的发型 由拍戏的缘故 最近他接了几步正旋律的证据 假需要 他剪掉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帅气发型 换成寸头 这一行为本来也没什么 可是有很多吃王博之前造型的粉丝不乐意了 他们刻意地让王博知道他们的不满 不过性情刚硬的王一博也全不在意 直接正面回复 说自己的发型自己愿 怎么整就怎么整 本来这话也没毛病 可还是惹了不少粉丝 他们直接放出来了未经修过的路照 照片里的王一博一改之前帅气精致的模样 起来既没精神又老气 不仅年值下跌 还被不少私吐槽 吐出天际 不得不说 偶像难当啊 无论是哪个行业 哪怕是光鲜亮丽的偶像 也时时刻刻需要承受这样莫须有的恶意